由金泰黎,南祝贺主演的TVN话题热播剧25,2 一剩两周就要完结了上周播出中,我们西渡语 陈忠于在跨年夜迎来初吻,然而两人的感情线忽没有想象中顺遂 官方公开新剧照,西渡河南被开心聊天,让一晨超吃醋 Photo from TVN 25,21讲述 是1998年被时代夺走梦想的年轻人的彷徨和成长 剧第八级收视率就突破了10%大关 在电视剧话题性行也已经蝉联六周的冠军 演员话题性排行榜上,泰黎与南祝贺分别占据第一、二位等 受到了大众的爱 Photo from SBS Photo from SBS上周播出中,罗西渡、金泰黎氏 听到了白逸臣,祝贺氏和前男友的对话 逸臣说,我把她的时间得比我自己的还宝贵 我只想让她累积更棒的燕 西渡听到后热泪盈眶,更坚定了喜欢逸臣的法 因此千禧年来临的那刻,西渡吻了逸臣 两人,关系会有什么变化呢? Photo from TVN Photo from TVN Photo from TVN 官方公开新剧照 西渡队、基建队男前辈露出了灿烂微笑 两人的聊天似 十分愉快 所以前辈,或许你姓金马 XD Photo from TVN Photo from TVN Photo from TVN 然而我们一哥哥看到这个画面后,简直极度要疯 逸臣紧咬唇,眼神差点没喷火 他紧紧抓着遮阳伞,像是在忍着冲出去的冲动 白逸臣震作点啊 西渡已经黏了 是时候该下手了 Woo Photo from Nava Photo from YouTube PS 这次客串的男前辈式的基建国家代表 金俊浩 精准稿 啊 这位曾在2019年 借基建锦标赛拿下团体军刀冠军 三届亚洲队军 三届世界队冠军和2021年奥运会团体冠军 之前 上过综艺认识的哥哥第13集文字预告写着 西渡 白逸臣表明真心 但是白逸臣总是推开西渡 从 蔡美教练那里听到意外故事的白逸臣苦恼住 西渡的关系 另外 西渡和高佑林 包那是 将在壮低迷的情况下参加最后的团体赛 而影片预告 西渡最后邀请逸臣一起去看雪 两人这次会修 正果吗 不敢相信25 21只剩两周了 大 且看且珍惜 更多相关文章 更多相关文章25 21 金泰 男祝贺成年之吻心动爆棚 下集不定请反开虐 BP11 12 25 21 一页内评价 金泰 男祝贺有最白想评委赞必看初恋青春25 21人物介绍 分级剧情 1 16集大结局 立刻来follow 我们的instagram的kdaily